如果你是一棵植物 你希望自己是哪一種植物 為什麼 如果我是一棵植物 看我的身材就知道 大家想是哪一種 真不捧場 看我的身材就知道 我又高又壯 勢必是一棵大樹 是什麼樣的樹呢 我覺得我應該當一棵榕樹 為什麼呢 大家想想看榕樹是怎麼樣子的 根結密茂 即使你在鋪路的時候 要挖路的時候 都會發現它的存在 所以呢 就如同 我覺得我在演講會裡面 也期許我當一棵榕樹 為什麼呢 榕樹你看到它的外觀 雖然不起眼 它的葉子也是很多的 很茂密的 但是它有什麼樣的功用呢 它可以第一個 讓大家能夠遮風避雨 所以呢 我願意在演講會裡面擔任榕樹的角色 讓我可以傾聽每個會友對 現任體制的不滿 甚至讓他們期許我 將來可以取代總會的榕樹 變成總會長 另外一個方面呢 我可以 知密很茂密嘛 我的根很長 也就是 我有很多的後繼的接班人 我會呢 致力於 培養大家 一起來跟我們 享受演講會的美好 怎麼說呢 像我們今天站在這個舞台上面 不只是 自己享受這個舞台的感覺 在座所有人 都可以跟我們一樣 像榕樹一樣 站在這邊 屹立不搖 即便 你不知道接下來該說什麼 你都得繼續說下去 所以說呢 我覺得 我作為一棵榕樹 不但可以擔任輔導的角色 更可以把這樣的精神 傳承下去 這就是 我認為 如果我是一棵榕樹的話 我可以做到像這樣的地步 所以 映照在演講會裡面 我覺得 人也應該像一棵榕樹一樣 可以庇佑別人 也可以照亮自己 不但能夠做到這一點 更可以讓自己的精神 發揚光大 這是我的解釋 主持人 如果我是一棵植物 我希望自己是一棵香塊 為什麼我希望自己是一棵香塊呢 因為 檜木 它是千年的植物 我希望我可以活得很久 可以讓所有世界上的人 都可以在我的羽翼之下乘涼 這是我希望我是香塊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我希望我是香塊 我希望我身上有香氣 可以造福人類 可以讓他們的精神得到紓解 檜木的精油 對人體有非常大的幫助 所以 我希望我是一棵香塊 第三 我為什麼希望我是香塊呢 因為檜木非常的珍貴 像我這樣一個女人 當然是要當一個很珍貴的植物啊 我才不要當那種很便宜的 路上的小草小花呢 所以 我希望我是一棵香塊 各位會友 如果你也是植物的話 那你希望你是什麼樣的植物呢 是仙人長 小花小草 還是老松樹呢 不管是什麼樣的植物 事實上他都有分多金 都是造福我們這個世界 讓我們的世界變得更乾淨 更清爽 所以我們要多方的來造林 其實我一直在想 等我退休的時候 我除了要繼續參加演講會 我更要造樹 所以 我很努力的在節儉儲蓄 我希望我能有一塊地 我這塊地 我要來好好的造林 第一個我要種什麼 當然是香塊啊 因為我太喜歡香塊了 各位會友 不管你喜歡的是什麼植物 我相信我們都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將來我們說不定 還可以樹葬呢 對不對 好 這個是環保的議題喔 大家千萬不要笑 希望我們將來都能夠留給我們的子孫 一塊綠油油 草綠綠 一塊乾淨的土地 留給後代子孫 以上主持人 我記得鴻海的董事長郭台銘曾經說過 一顆神木的生成 是他從一顆種子的時候 落到土裡就已經確定的 但是一顆神木要長成 他必須要有相當的環境 還有相當的體質 如果他只是玫瑰花 放在高山森林裡 他也只是一顆玫瑰花 如果能讓我有所選擇 我當然願意選擇當一顆神木 神木它能做什麼 今天我們的空氣從哪裡來 生命中什麼最重要 大家會覺得 是錢很重要 是感情很重要 但是各位 只要60秒沒有呼吸 各位就可能不存在這裡 我願意是那神木 因為我可以提供最充足的氧氣 給各位做最好的呼吸 我也願意 我也希望各位都是神木 把自己的力量 貢獻出來給全地球 讓大家都能做最好的呼吸 我是神木 當我死去的那一刻 我希望我的肉體 能夠做成最好的桌子 能夠做成最好的船 能夠載運貨物 利益整個地球的人民 所以今天如果 讓我有機會 能夠做一顆植物 我希望 我從一顆種子開始 落到土裡那一刻 我就是一顆神木 謝謝